大家好,我是沈医生 失眠的情况多种多样,原因也各有不同 入睡难是肝活扰心,容易醒是心疲两虚 还有做梦多,睡得浅,睡不够等等 今天沈医生就教你六种忠诚药 辩证条理不同原因导致的失眠 来看看你适合哪种吧 第一个,肝活扰心导致的入睡难 如果你到了晚上总是翻来覆去 怎么也睡不着,越睡不着越急 白天脾气也比较差 像炸药包一样一点就着 嘴里发苦,头晕,头疼 有时候邪乐还会烧着疼 舌头红,舌苔黄 这个时候一般就是肝活旺盛,肝活扰心了 我们可以参考一个龙胆泄肝丸 来通过清泄肝活的作用达到安神助眠的效果 第二个,心肾不焦导致的入睡难 如果你同样是到了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同时腰酸腿软,嗓子干,嘴干 而且到了晚上睡着之后还容易出虚汗,倒汗 这可能就是肾阴不足导致心肾不焦了 我们可以参考一个六位地环丸 来滋阴补肾滋养心神,达到安神的效果 第三个,心脾两须导致的容易醒 如果你总是睡着之后醒过来 有时候是做梦吓醒 有时候是被其他声音吵醒 白天总是精神疲惫 心慌心悸,而且胃口不好 吃不下东西,大便还唐膝不成形 脸上没有什么血色 这可能就是心脾两须导致的失眠了 我们可以参考使用一个人生龟脾玩 通过健脾养心的方法来安神助眠 第四个,弹热扰心导致的做梦多 如果晚上总是做噩梦,很容易被吓醒 白天胆子也很小,害怕听到巨响 总觉得心里有害怕的东西 但是又说不出来 舌苔又厚又黄,大便粘腻,粘马桶 这可能就是身体里有弹热了 我们可以参考一个湖泊暴龙玩 来话谈清热,振心安神 第五个,肝气瘀制导致的失眠 表现如果你总也睡不着,也会做梦多 总之睡觉就是不好 白天烦心事很多 总是觉得很压抑 哀声叹气是很经常的事 有时候还会觉得邪了疼痛 女性朋友还会在月经前乳房胀疼 这个时候可能就是肝气瘀制了 我们可以参考一个逍遥玩 疏肝解瘀来达到安神助眠的效果 第六个,瘀血阻落导致的失眠 如果睡眠质量很差,很容易做梦,或者睡不着 同时头疼像针扎一样,到了晚上还会加重 舌头颜色比较紫暗,舌头下面的两根血管也很粗 很明显,这可能就是瘀血阻落了 我们可以参考一个邪腐猪幼儿来安神助眠 以上就是沈医生分享的六种失眠情况 以及对应的调理情况 仅供大家参考 涉及到具体的用药 还是要在医生的辩证指导下使用 以免伤害身体 你学会了吗 这就是沈医生的辩证指导下